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 我是調查員瑞恩 忙了一整天,很累 回到家,相信各位首先要做的事情 就是打開熱水器 舒舒服服沖回的熱水涼 最近住在天河區的金先生 就打電話跟我們說 因為洗澡這件事 他家裡的電費比以往多了不少 而導致電費猛增的沙電源空 居然是他家裡的熱水器 今天金先生打來熱線 他說家裡新買不到一年的電熱水器 現在幾乎每個月的電費都相比起以往 多了近100元的電費 經過檢測之後 發現造成這個結果的罪魁禍首 就是家裡新買的只是用了一年的電熱水器 而金先生就懷疑電熱水器越舊越廢點 於是就派託我們調查真相 究竟金先生的這種情況是個案 亦是說普遍的情況 在之前我們請了我們節目組做網絡運營的同事 在網上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接下來我們問一下他現在結果是怎樣的 小珍你好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這一次調查問卷的結果是怎樣的 我們就金先生的這個案例 設計了一份調查問卷 然後到6月5號為止 一共有415人參與了這次的調查 在這些人當中有61%的人 是使用和金先生的家裡一樣的儲水式電熱水器 而其中有56%的人認為自己家裡的電熱水器 出現了廢電的情況 從小娟的說話當中 我們可以知道其實有很多人 都是在用這個電熱水器的 而且有不少人都覺得自己家裡的電熱水器 是出現了浪費電的情況的 那是不是就可以說金先生的案例 其實是一種普遍的情況呢 那蘭木組通過發布消息 就有不同的熱心觀眾 願意提供自家的儲水式電熱水器 協助我們這一次的調查 我們這一次也隨機選中了 劉先生這位熱心觀眾 而在這裡我們再次感謝劉先生 以及各位觀眾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Hello 張小姐你好 我是生活調查團的調查員瑞恩 今天我帶了兩位 專業家電清洗機構的師傅 來到你家裡拿這個熱水器 是這樣的 好 好了 那我們兩位的師傅 已經千辛萬苦把這個熱水器取養完畢 那我們事不宜遲 立即去到檢測機構進行實驗 究竟電熱水器是否越舊越坑電呢 這個真的是廢電還是生理作用呢 如果用耐久了 電熱水器真的這麼耗電 那耗電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接著下來他們一一調查 好了 那我現在就來到專業機構的門口了 師傅已經在裏面做實驗之前的準備工作了 事不宜遲 我們立即進去看看 Hello 師傅 祥威先生 你準備好了嗎 已經準備好了 一會兒我們就會跟專業人士做個實驗 看看這個舊的熱水器是否真的會更加浪電 好了 師傅 麻煩你了 我們開始試驗吧 這一次我們準備了同工率 不同使用時間的兩個儲水式電熱水器 左邊這個就是張小姐 在家裡用了一年的電熱水器 另外這一個是新買沒有使用過的電熱水器 除此之外 我們還準備了兩個電錶 在國內目前最先進的電錶 它可以準確無誤地拆出用電情況 師傅將加熱模式調到一致 然後同時開啟兩個電熱水器 看看加熱十個小時之後 兩個電熱水器分別消耗了多少塗電 究竟是不是越舊的電熱水器就越耗電呢 接著下來 我們拭目以待 好了 一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現在問問師傅 現在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師傅 我想問現在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到新的熱水器的耗電量是 1.8度電 看一下舊的 舊的耗電量是2度電 好了 師傅已經將耗電量跟我們說了 那我們再等兩個小時之後 再看看這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好了 現在兩個小時過去了 我們再次請師傅跟我們看看 現在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師傅 麻煩您了 我們看到新的熱氣兩個小時之後的用電量是3.4度電 這個熱氣它的用電量兩個小時是4度電 我們看到實驗開始了兩個小時 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都有明顯的差距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看看最終的結果是怎樣的 好了 現在十個小時過去了 也就是說實驗已經結束了 我們一起來看看兩台熱水器的耗電量是多少 我們看到新的熱水器的耗電量是16度電的 再來看看舊的 這台用了一年的熱水器的耗電量是20度電的 也就是說它們相差了4度電那麼多 假設我們是使用這個舊的電水器 而電費按照市價6毫至1度來計算 每10個小時我們就模型當中就多用2.4的電費 雖然這2.4就這樣來看就不是很多 但是少數怕長計嘛 那怕你冬天就是開電熱水器兩三個小時 那一年下來就要多交100元的電費 但原來用了一年時間的電熱水器 都會令到我們交多了100多元的電費 雖然沒有像金先生所說的那麼誇張 但是當自己知道因為這個熱水器而花這麼多的冤枉錢 那當然是很想將這些錢省下來 這個時候我們就想知道浪電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是不是因為這個熱水器壞了呢 還是另有原因呢 我們一起來請教專家 一般來講的話熱氣耗點一般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跟它使用的時間和水質有關係 第二個的話就是機器的老化 一般就有兩個原因 從前面的實驗來看 我們兩台電熱水器所用的水和所用的時間都是一樣的 那就可以排除了專家所說的第一個原因了 那這個熱水器是不是真的越舊就越浪費電呢 難道真的好像專家所說的機器老化 但是我們這個熱水器的樣品只用了一年的時間 而我們為了尋求電熱水器的耗電真相 在我們跟師傅溝通之後 周師傅決定為我們拆開這個電熱水器 好讓我們一談究竟 那我們現在就有請周師傅幫我們拆開熱水器看看 麻煩你了 周師傅 師傅就是將這個出水口拆開一下 我們就見到這些混濁水流出來 我們看到我手上拿的這杯水 就是熱水器放出來的那些髒水筆出來的 我們看到這個水的顏色是非常混濁的 而且它底部還有很多的沉澱物 周師傅我想問一下這些沉澱物是什麼 就是熱氣裡面產生的那些水垢 在剛才我們看到電熱水器流出來的水 竟然是偏黃色混濁的污水 而在這些水的底下有不少的沉澱物 周師傅就說這些是水垢 而在我們訊問了周師傅之後 他就說電熱水器長時間使用之後 內膽裡面就會形成水垢 水垢多了之後就會影響電熱水器的能耗 周師傅就跟我們說 這個電熱水器使用長時間之後 就會產生不少的水垢 水垢多了就會影響這個電熱水器的能耗 那是不是就是說水垢就是導致 電熱水器浪費電的原兇呢 因為的話呢這個熱水器啊 它長時間使用之後 它的話呢那個內膽加它的一個 加熱管呢 表面會產生水垢的 這個水垢啊 第一它會影響水質 第二的話呢就是 表面已經附著了這個污垢之後 它的一個熱交換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不太均勻了 那這樣一個時間呢就是說 會導致很耗電 而且的話呢 長時間這樣一次使用的話呢 機器的老化非常嚴重的 會導致機器的損壞 調查到這裡我們就知道 長時間淚姐電熱水器的水垢 才是耗電的原因 而據專業的試驗表明 水垢的厚度去到了1.5毫米的時候 電熱水器就要多消耗6%的電能 水垢厚5毫米的時候 就會多耗能15% 而水垢厚度去到8毫米的時候 增加的電能消耗就會增加到34% 現在天氣這麼熱 我們每天回到家都會出很多汗 那麼這個時候呢 當然想開回的熱水器 沖回的靈涼 舒舒服服的 所以說呢 熱水器可以說是 我們每天都要開來用的 但是呢 在我們生活當中 節能呢 就不是說好像隨手關燈那麼簡單的 好像這些熱水器呢 這樣的耗電大戶呢 我們應該怎樣才把電節省下 一般來講呢 使用淋浴會比淋浴的話呢 就是說更加省電一些 最少在省電三分之二以上 第二呢就是說 設定的溫度也有關係的 設定最高溫度一般在65度比較好一些 還有就是說 在使用的前一個小時 再把那個熱水器打開 這樣子的話呢 也會比較省電一些 有的話呢還有 有人的話呢 在溫度差不多達到的時候 就把那個插頭給拔掉了 這是不建議的 盡量使用那個熱氣的上面的一個開關 來之前的實驗呢 我們都看到 在我們拆開這個電熱水器的時候呢 就發現它裡面呢 流出了不少的水垢 哇 這個時候呢 就令到我不由自主 想起一條傳言 他就說了 如果你家裡的電熱水器 三年不清洗的話 你就等於用著 骯髒水在這裡洗澡 最近一則題為 電熱水器三年不清洗 等於用污水洗澡的鐵 引起了網友的熱煙 鐵裡面說 水箱長期不清理 就會存在嚴重的跡垢和水壽 據這位網友描述 他將自家的熱水器拆開放水 起初的水還是清澈的 放到最後 就成為了混濁的紅殼星 還帶有蔬菜腐爛的味道 哇 這個傳言真的有圖有真相 真的不道理不信 但是這個是個案 還是說所有的電熱水器都是這樣的 我們這一次取養的電熱水器 雖然只是使用了一年的電熱水器 但是師傅在前面就跟我們說 這個電熱水器的污垢 不是一兩天就有了 而是一直儲存起來 所以為了進一步求證真相 我們還是決定 拆解了這台電熱水器 看看它裡面的水會不會出現 和傳言一樣的情況 專家的技術人員 對電熱水器進行拆解 不停地放水 隨著時間的推移 熱水器裡面流出來的水 由最開始的土黃色 慢慢地變灰變雲種 這樣實驗 直到師傅把裡頭的所有污水排出之後 我發現這個裝污水的水桶 並沒有出現網上所說的那種水壽式 而且我也聞不到那種蔬菜的腐爛味道 難道是因為這個電熱水器 是比較乾淨的嗎 而我們就這個問題 也都諮詢了專家 他就說 並不是所有的電熱水器 都會出現這種情況 而在水質較差的地區 長期使用之後 楊極美棒消耗完畢 水質對電熱水器的內膽不受鋼 積夠造成了侵蝕而引起監 原來這個電熱水器有多邋遢 還關係到當地的水質 水質越差的話 電熱水器裡面就越骯髒 但是這些骯髒的東西 會躲在電熱水器的邊 我們有沒有辦法把它清洗乾淨呢 師傅通過擦射電熱水器 觀察內膽之後 告訴我們 熱水器真的有很多污垢 而最污髒的地方主要是加熱管 還有就是排污口的尾棒 就師傅擦出來的這個尾棒 我們可以看到它表面有一層黃色的污垢 還有不少凹下去的地方 那我們平時應該對它做些怎樣的處理 現在這種腐蝕性那麼嚴重的 可能是使用兩年以上的 那麼我們就應該將來即時更換 尾棒呢 它第一個 你要從它表面的一個 譬如說它的一個名字上就可以看得出 但是尾呢 它的一個金屬活性是比較高的 有的話呢 它可以跟很多就是一種污子進行反應 是吧 它反應完了之後呢 會中和這些複層性或者是酸鹽性 有的話呢 對表面的一個乾膜會形成保護 有的話呢 延長熱水器的使用收免 原來電熱水器會不會髒 主要是看看大家平時清洗熱水器的評論 究竟街坊們知不知道熱水器要怎麼清洗的呢 下面就隨著我們的鏡頭一起看一下 知道你們家電熱水器那個內膽是要清洗的嗎 不知道 好像沒清洗過的 所以我們現在我們從來沒有洗過 買過來兩三年了 兩三年都沒有洗過 但是我們覺得用還是可以用嘛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又不准 人馬裡面又不知道 套餐也不知道怎麼搞啊 所以都用了幾年了 不過我們是租房的 就是這幾年來都沒有洗過的 都沒有洗過的 好的 謝謝 沒有啊 因為不好知道 隔出來洗? 是啊 不知道 那你家裡熱水器用了多久? 用了很多年了 就是很多年都沒有洗過的? 有 叫廠家來洗 大概多久洗一次呢? 兩年 從剛才的採訪得知 大部分的居民都不在乎家電熱水器的清洗 有些根本就不知道要清洗電熱水器 有些人就三五七年都不清洗 甚至乎一直用到電熱水器 退休為止都不會清洗 有些人如果要清洗的話 都是隨隨隨隨拿一塊布抹一下就算了 剛才的清洗過程當中 我們沒有辦法看到熱水器裡面的情況 周師傅為了令到我們更加直觀的看到 除夠的效果 接下來的時間就會和我們進行一個有趣的小實驗 周師傅想問一下這個小實驗是怎麼樣的? 這個實驗的話就是用兩杯 同樣溫度的一個水 然後將同樣的一個水夠倒進去 然後一杯不放藥劑 一杯放那個熱氣清洗劑 然後就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它的一個反應 嗯?皮泡泡耶 這個就是它的熱氣呢 那個水夠和一個比較酸性的一個反應 它會通過一個酸鹼一個中和呢 才這個水夠去除掉 嗯 好了不用一會的時間 我們看到兩個燒杯已經有明顯的對比了 首先我們看一下第一個 這個是沒有加試劑的 我們看到裡面的水夠是完整無缺的 全部都在這裡 一點都沒有消失到 那我們再來看看第二個燒杯 第二個燒杯我們是加了試劑的 我們看到裡面不單只有泡泡沒有出來之外 我們看看底部 不少的水夠都是已經消失了 我現在這樣看下去 幾乎沒有什麼明顯大的水夠 全部都溶了在水裡 而且我看到顏色是比剛才的水要混濁很多 那看來這個試劑真的挺有效果的 為什麼這個藥劑這麼傻的呢 專家就告訴我們 他說這個水夠是一種鹼性物質 藥劑是酸性的 所以它通過酸鹼中和反應 從而達到除夠清潔的效果 那我們平時可不可以自己清洗呢 多久清洗一次才會比較合適 但是它只是提到一個簡單的清洗 比如說把水放少一點 這樣其實真正的效果是不大的 我們建議呢就是說 它在只用差不多一年左右 可以請有個專業的師傅 把上面來清洗一下 這個的話呢 因為這個熱衣器的清洗 一般涉及到拆卸 目前市面上的 就把一些焦熱棒啊 還有鎖鑼啊 這是一點一種信號 鎖鎖鎖鎖鎖鎖 來用的是賣衝器的方法 也就是通過專業的機器 可以這麼遠拆的情況下 可以發裡面的一個水溝 打色其他地方的充氣水 其實我們最後最擔心的問題 都是電熱水器裡面這麼邋遢 那我們洗澡的水是不是乾淨的呢 那如果這些水是邋遢的話 那我們洗澡是不是就沒有意義呢 在周師傅說我們拆開電熱水器的時候 在場節目組的人員都非常震驚 於是我們的調查員對這個水 進行了取樣作為一號樣品 同時打開熱水器出水的開關 取得了一瓶從花灑出來的水 作為二號樣品 在我桌面上已經擺著 三個今次實現的樣品了 那究竟從花灑出來的水 會不會有水夠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三個樣品 看看一號的樣品 一號的樣品 是我從熱水器裡面 內膽拿出來的水來的 那我們見到 顏色是偏黃色的 我們看到裡面有很多雜質 和底部有很多沉澱物 我們搖一下它 已經看到裡面的沉澱物 可以浮在水裡 再搖一下它 整支東西已經變成黃色了 真是很適合 我們看看二號的樣品 二號的樣品 就是我從花灑拿出來的水 我們看到相對來說是比較乾淨的 我們再看看三號的樣品 空白對照的這個樣品 就是我從水龍頭摺回來的水 我們看到是非常乾淨的 待會我們就會作一個對比 第一次我們實驗 用到一個水垢測試劑 只要滴一滴進去 袋檢的水裡面 如果水是藍色就沒有水垢 如果水越紫越紅的話 就講明這些水越髒 今次實驗 我們準備了一支試劑 這支試劑是測試水質的 待會我就會滴到三個樣品當中 如果變藍色的話 就證明這個水是很乾淨的 但是越偏向紫紅色的話 就證明這個水就越髒了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進行實驗 好了 我們現在就第一號的樣品 嘩 我們看到這個水 是瞬間偏向紫紅色的 而且我們看到顏色是非常之深的 其實我們之前已經可以猜到 這支水是有多髒 因為它裡面實在是太多的沉地物 我們可以看到這支水就真的很髒 我們先放下去 我們開始滴二號的樣品 嘩 我們看到二號的樣品 都是偏向紫紅色的 嘩 這個我們真的猜不到 因為之前我們看到花灑出來的水 看上去是比較乾淨的 但是現在滴出來它是偏向紫紅色的 那就可以證明花灑出來的水 確實是存在水垢的 那我們看看三號樣品滴完之後 它會變成什麼顏色呢 如果三號的樣品滴了之後 它又是偏向紫紅色的話 那就證明不是熱水氣的問題 這個水本身就是有問題了 但是如果滴出來是藍色的話 那就證明這個水是非常之乾淨的 究竟三號的樣品滴了之後 會變成什麼顏色呢 我們一起食物以待 咦 我們看到三號的樣品出來是藍色的 那就證明這個水本身是沒有問題 是非常之乾淨的 但是同時也證明了這個熱水氣的花灑出來的水 是確實存在水垢的 從這次的實驗來看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個花灑出來的水 也是有不少的水垢的 那是不是可以說明我們平時洗澡根本就不乾淨呢 對於這個問題 專家表示任何水都有水垢 水垢本身是一些礦物質 電熱水氣的水箱熱水出水口 在內膽頂部 而冷水的進水口在內膽的底部 所以洗澡用的水大多數都是頂部 相對乾淨的水 水垢會在底部附近沉積下來 如果積存太多 每次洗澡一會 還會帶著一些髒東西 這個水垢還隱藏著很多的隱患 如果用這些水用來洗面 或者洗澡的話 就會形成這個鈣味造 它就好像膠質這樣 有黏性地黏在我們臉上 皮膚上面 就會令到這個污垢不容易被洗掉 如果這個污垢未洗乾淨的話 就會倒閉我們的皮膚線開口 以及會形成生質 就會影響正常代謝 就會令到我們的皮膚過早萎縮和老化 其實相對水垢對人的危害 它對熱水氣的危害 亦都是不容不鮮 首先水垢的導熱性好差 會導致受熱面傳熱的情況惡化 同意浪費電力 其次冷垢如果結交在電熱水氣的來兵 還會由於熱漲冷鬆和受力不均 極大地增加了電熱水氣爆裂 甚至爆炸的危險性 但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在夏天 電熱水氣更加需要加強護理 今天我們就在這裡教大家 在夏天電熱水氣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 生活調查團在這裡提醒你 電熱水氣的安裝必須由經過專業培訓 並取得資格認定安裝服務人員進行安裝 要嚴防電熱水氣流電 供電電源必須具備可靠的地線 並且使用獨立線路 嚴禁對原裝電源線進行私自接幫 水路安裝必須由PPR絕緣管路 可以有效地降低觸電危險 嚇座必須安裝在淪浴水 無法噴漸到的地方 並且使用防漸型插座 必須是使用獨立的 符合國家標準的插座 安裝為止必須具有足夠的排量 並且是暢通的地縫 以便供水管路水壓超標時 安全不排斥的水 可以順利地流入夏水管道 避免用戶財產損身 對電熱水氣進行維護保養之前 請務必切轉電源 或者保證電熱水氣一直都是 以比較高效的效率工作 最好定期排污並清理電熱元件 拋醉清除 即是電熱元件和內膽底部的水溝 並且定期每個星期檢查 以保證流電保護開關正常工作 好了 今期的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各位觀眾朋友 一定要好好做好 這個維護電熱水氣的清潔工作 如果你家裡的電熱水氣 是我們今期調查的這種儲水式 並且用了一年以上的時間的話 那就要儘快請專業的師傅 上滿清潔和更換尾棒 好了 我們今期節目時間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節目資訊的話 可以關注我們生活調查團的官方微信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